就是回頭請各位,如果不熟的部分,再看一下 那包含就是說像REPD加也有其他的這個文字函數 所以經過上個禮拜部分,我是建議 如果你對這些函數不熟悉的同學,真的要花一點時間多多去演練 只要工作上面有遇到有關文字相關的這個使用的話 盡量多多去活學活用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TEST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我是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人就是在這個工作上遇到 看到的資料奇怪,為什麼取不出來 多半原因都跟這個有關,TEST函數 以那個上個禮拜我舉那個例子,就取那個民國年的部分的話 民國年部分,那你就可以利用TEST函數 再利用LAPT函數,最後用VALUE函數 你會發現這裡面其實會用到蠻多相關的函數 再來的話,我們有利用樞紐分析表 所以如果你對於樞紐分析表,假如不太熟悉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花一點時間,好好的去把它學好 因為樞紐分析表,就是可以讓你的工作真的是縮短時間 不過使用樞紐分析表,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記得,第一個就是說如果你要分析 比如說會員裡面的民國年的分佈好了 比如說幾年次的,那特別注意,你就一定要先有這個欄位 你才能夠做出這個方面的樞紐分析 這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呢,記得給他的資料 如果你是要統計那個數量的話,一定是數字 如果你給他文字,你就沒辦法群組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群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民國年部分 因為在像Mac電腦,或者在英文版裡面沒有民國年 怎麼辦呢?記得啦,你可能要改成用一而函數 那就是另外一個方法,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務必要注意一下 其他就是上個禮拜最後講到的開發人員 這個錄製聚集,怎麼錄製 所以呢,如果你假設上班的時候 經常反覆做同樣的事情,我建議你可以試著錄錄看 當然剛開始也許會遇到一些問題啦 不過我是覺得,你應該會越用越熟練 很多東西,技術部分其實就是越用越熟練 那慢慢你會發現越來越沒問題 再來就增加這個按鈕 那如果想要把按鈕做出來的話,該怎麼做 然後其他就是開發環境跟VBA的相關註解問題 所以上個禮拜的檔案,請各位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檔案先打開來 上個禮拜部分我們其實還沒有完成 今天的話,就要再往前推進 做什麼呢?自己來寫VBA程式 首先一樣,打開之後一定要啟用編輯 然後這邊記得,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啟用內容 這個地方,如果你沒有按下啟用內容的話 那很抱歉,你後面要做任何VBA的編輯都不行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特別小心 一定要按下啟用內容 你的聚集才能執行 否則如果你沒有啟用內容,你按下這兩個按鈕 它是不會work的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OK,啟用內容 好,再來的話 我們把上禮拜的部分 複習一下 這個地方我們上個禮拜其實做彩排 1 2 3 OK,其實都三個動作 比如說串切好了 按下它 它就會幫我把上個禮拜的這個動作再做一遍 這個動作基本上你就彩排 1 優標放在儲存格上面 2的話上面點一下打勾 3的話快點兩下 OK 那清除的話呢 其實也類似啦 清除的話按下這個 1,優標放這裡 2,Ctrl,Shift,向下 3,按Delete OK,所以這個 那做出來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兩個聚集 那如果你要把聚集變按鈕的話 再到插入裡面找到這邊有一個就是叫按鈕 記得是用錶單控制項的這個部分完成 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看到你錄製的程式到底放在哪裡 另外的話呢 以後如果你要做聚集程式的修改的話 記得你可以從兩個地方進 一個是直接點選什麼 點選那個聚集裡面 找到你錄製的這個聚集名稱 按下編輯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方法1 第二個方法呢 是你直接怎麼樣 就到VBA裡面去找 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個 按編輯 上個禮拜的程式 它就跳出來 它實際上就是跳出這個V就背 所以第一個方法是 從那邊按編輯 方法2的話是乾脆就直接按這裡 OK 不過如果你直接按這裡的話 會有個問題 可能呢 它不會自己幫你打開 你變成你要自己把它打開 也就是說呢 你錄製好的聚集 它會放在模組裡面 哪一個模組呢 一般第一個模組叫Module1 這個名稱是可以更改的 但如果你不想改 沒關係 你就叫Module1 然後呢 它的程式就放在哪裡 放在這邊 如果你要打開就點它兩下 它就幫我把程式打開 因為我錄製兩段程式 所以呢 這邊會有兩個sub 一個sub叫做串接 一個sub叫清除 所以特別注意以後呢 這個sub 對應到的這個名稱 有沒有 其實兩邊是Match的 OK 所以喔 如果你叫什麼名稱 以後的話呢 就叫那個按鈕上面 反正兩邊對應 這樣比較不容易出錯 OK 再加一下同學 接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上個禮拜我們講到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 要接著繼續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我不要用錄製的 OK 因為你錄製的程式 基本上呢 是Excel幫你寫出來的 那如果說我以後呢 想要自己寫VBA的話 所以今天 再來 今天的部分難度又更高了 因為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自己來寫VBA了 OK 那要怎麼樣去撰寫VBA程式 從哪個地方開始 這個可能 大家也要有點心理準備 不過其實 如果你會VBA的這個 撰寫方式 以後遇到相對複雜的事情 也比較容易 這個迎刃而解 所以請各位 先幫我打開這個範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VBA的程式撰寫 做的事情其實跟錄製是一樣的 只是差別是說呢 錄製部分呢 是Excel幫我們錄下來 其實就幫我們寫出來的程式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是自己寫 OK 所以 我是建議乾脆這樣好了 你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個工作表 這個叫什麼 綜合練習 我們好像就有多一個嘛 那我乾脆在這邊再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把它分開來 然後後面刮弧乾脆叫VBA好了 比如綜合練習 那你可以拖拉加Ctrl鍵 拖拉的時候按Ctrl鍵 其實就是複製 複製這個工作表 然後把它點兩下 更改一下名稱 後面把它改一個名稱叫VBA好了 VBA OK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來寫 假如說呢 我不用錄製了 我要自己寫的話 那我該怎麼寫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上禮拜的那個範例先打開 然後呢 再來我們就要來看一下VBA的程式撰寫 另外記得 如果比較晚進來的同學 記得 那個雲端的部分 雲端上面的網址記得 先完成到這裡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 撰寫那個 自己來撰寫 自己來撰寫的部分 我們上禮拜的程式到這裡 到第13頁吧 14、13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從哪裡呢 從那個第14頁開始 也就是自己寫VBA程式的部分 OK 那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